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布会上重点介绍了福建省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 积极服务和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的有关情况 发布会上中共福建省委改革办副主任方寿中表示 福建省以深化改革积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围绕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 创新推出66条42条具体措施 把以通促容 以会促容 以情促容 从理念变成行动呈现不少新亮点 平坦率先构建职业资格 企业资质商品检验的前列条财信体系 我省直接采认台湾地区部分技能人员 职业资格改革事项在全国推广 厦门 全州 莆田等地设立了台胞医保服务中心 集美区成立两岸融合发展中心 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力量举措效果三级层 厦门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林建表示 厦门是我国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之一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福建省委大力推动下 特区建设40年来 厦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304倍 工业增加值增长787倍 财政总收入增长948倍 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28倍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 厦门正进入一个纯新的战略机翼区 我们将立足新发展阶段 完整准确纯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以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0周年为新的起点 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水平的开放 在服务和隆路新发展格局方面 展现更大的作为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 于7月16号至31号在福建福州举行 作为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重要组成部分 三方七项陈建式演出《寻梦方向》 15号晚在福州正式上演 酷炫的声光电相结合的数字影像 带您开启沉浸式互动演绎之旅 油纸散穿梭如梦似幻 童谣声中 王沈芝 蔡香 严妇等被人熟知的福州历史人物映入眼帘 古代礼方制度 明清社会敏都民俗就此一一呈现 敏剧《永春泉》《茉莉花茶勋之记》等非已展示穿插其中 现场观众的五感被充分调动 深层次沉浸感让这场视觉盛宴美妙绝伦 三方七向沉浸式演出 寻梦 方向 以人文事宜 数字事宜 绿色事宜为核心表达 以福州元素为点 三方七向为线 世界遗产大会为面 串联成立体独特的演艺内容 演出还将在7月17号和18号继续上演 选用的文化表现形式非常之多 包括情景音画 戏剧 包括我们福州的敏剧 包括我们的风俗表演 歌舞表演 乐器表演 那我们尽可能的用多种的艺术手段 来充分的表达福州这个地方的 每一点能够感人的 能够有影响力的文化 然后让世界的人看到 福州有着7000多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和2200多年的建成史 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发任于近代的三方七向 更是福州城市的文脉所在 被誉为礼方制度活化石 明清建筑博物馆 近代名人聚居地 2012年11月 三方七向更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中国预备名录 展示了我们很多的福州的元素 像福州的一些飞仪 还有我们免聚 像茉莉花茶的制作 还有鱼丸的制作 肉燕的制作 感觉我们既有一种在古厕中穿行 在传统中穿行 又跟未来有一种穿越时光对话的感觉 会迎接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 在福建福州召开 15号来 1500多架无人机在闽江之盼集结 为约会宾客和福州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节目由 辉之家大品牌量甲制定播出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岛内 新冠疫情的最新情况 据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15号公布 全台当日新增18例新冠确诊个案 包括14例本土及4例输入个案 令新增6人死亡 继红海永龄基金会 台积电和瓷剧之后 中国国民党也联合其他四个蓝营施政县市 要购买BNT新冠疫苗 不过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 陈时中对此表示 民间三个团体采购和当局自购疫苗 总量加起来是够的 自言一出又被骂翻 对于陈时中 新冠疫苗总量已足够的说法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 15号不满回呛说 不过民进党当局似乎铁了心 不让国民党买到疫苗 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15号举行记者会 党团书记长罗智正称 蓝营施政的县市政府 买进来疫苗是自用呢 还是给民进党当局统一分配呢 那我们不得不说 全世界不会有这么方唐离谱的事情 事实上 此次鸿海与永宁基金会台积电 在与上海复兴的谈判过程 也是一波三折 民进党当局为了不在 BNT新冠疫苗的包装上 出现中文名副鼻态 前前后后花了不少时间 Forsham上海复兴是当初 营发疫苗的时候 他就看好了BNT 他去投资的 他参与投资 他不能把他的英文名字列上去吗 这让我们人民平平道理 所以我希望行政院闭嘴 不要再讲那些厚脸皮的话 伤害我们台湾人民 好所以 老板新在乎的是瓶子里的东西 我们的执政党在乎的是瓶子外的贴纸 15号下午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和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 陈时中出现在桃园机场 迎接三架载有新冠疫苗的航班 这当中包含台湾地区自行采购的 莫德纳和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还有日本第三度提供给台湾地区的 阿斯利康疫苗 日航JL809航班15号下午降落在台湾桃园街场 街上载着日本第三度提供给台湾地区的 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总共97万剂 飞机上午起飞前 台所为驻日代表谢长廷 又一次到日本东京成田街场送机 还发文晒出对着航班挥手莫送的照片 今天我们来这里共同的建政 日本对台湾疫苗的捐赠 334万到今天为止 而另一头台卫生福利部门主管陈时中 15号下午也特别取消例行疫情记者会行程 在桃园市长郑文灿的陪同下 顶着艳阳在机坪迎接 称要感谢日本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 原本提早到下午1点30分召开 然而由于日航班机提前起飞 陈时中改为直接前往桃园机场接机 罕见的敢由副指挥官陈宗燕代理主持 对此岛内有网友嘲讽 真像个哈巴狗一样飞奔而去 跪营真见 改帮帮主到机场接机了 另有网友表示 乞讨来的总是别人不要的东西 据悉 15号下午总共有三架 在有新冠疫苗的班机抵达台湾 最早抵达的是日本提供的 97万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接着是台湾地区从泰国自购的 56万剂阿斯利康疫苗 15号下午3点08分 由华航CI834航班载运抵达 最后抵达的是35万剂莫德纳疫苗 15号下午3点55分 由华航CI5556航班载运抵达 不止陈时中到机场迎接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也和华航董事长谢时谦到场 向相关工作人员致谢 疫苗非常不简单取得 也非常感谢过程 从签约购买运送检验到配送 都非常地辛苦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 随着新冠疫苗陆续到货 台湾地区的新冠疫苗总数 目前有890万剂 比起5月份的百万剂不到 有较大增长 截至7月15号下午1点 指挥中心的疫苗预约系统显示 有732万名台湾民众 完成新冠疫苗接种预约登记 其中300多万人表示 愿意接受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当中很多人都是 不在前10类优先接种族群的 18至49岁青壮年 为了构筑防疫屏障 尽快摆脱疫情的影响 台湾民众只能不调疫苗 先接种再说 蔡英文宣示7月底台湾民众 疫苗施打覆盖率要达到25% 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跟进宣布之后 日前表示将采用计次人口比 算疫苗的覆盖率 而非过去的第一剂疫苗覆盖率 此举遭岛内专家质疑 只为美化数字 全世界没人这样算 又玩弄文字游戏了 据台湾中国时报的报道 所谓计次人口比 就是不单看接种第一针疫苗的人数 而是将第一针第二针的接种数字 加总后除以全台人口数 所得出的百分比 当作整体疫苗覆盖率 目前台湾接种第一针疫苗的覆盖率 为15.9% 若用计次人口比计算 则数据提高到16.27% 台湾联合报对此发文指出 多少人曾经接种过疫苗 这是白话文 普罗大众都听得懂 但是变个花样 计次人口比 就有太多模糊的空间了 但台湾防疫的现况如何呢 其实并不必掩饰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 就算要迎合上议 但是总归要回归事实 疫苗齐缺 疫苗接种率 台湾全球掉车位 这是无法掩盖的事实 至于将计次人口比 扯上全球防疫评比的指标 这更让人傻眼了 有多少人完成注射呢 请指挥中心的官员们 不要模糊焦点 而要说清楚讲明白 国民党金民代陈以信称 计次人口比的满分应该是200% 因为一人要打两针 如果要达到参议员之前喊的 疫苗施打覆盖率达到25% 只要12.5%的人打过两针 就能够实现了 陈以信以小学生吃早餐举例称 如果30个学生 有10个人吃过烧饼 5个人吃过面包 其中三个人既吃了烧饼又吃了面包 老师解答说 吃过早餐的共18人 那么全班的早餐覆盖率达到了六成 那么这个数学老师呢 一定要被轰出学校的 因为误人此地 国民党党团总召集人费洪泰讽刺说 这是继之前发明校正回归之后 又一个世界级的大笑话 就是为了原蔡英文说 7月底前覆盖率要达到25%的承诺 就是蔡英文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台北市长柯文哲15号也表示 疫苗覆盖率就是打第一针占百分之几 第二针占百分之几 这是世界各地的通用标准 用这个就好了 不用自己再发明一个标准 台湾前疾管单位主管苏毅仁称 台湾目前的当务之急 是要想办法提高第一针疫苗的覆盖率 因此用第一针第二针接种比例统计就好了 若将两者混为一谈 不仅会让真实情形失真 还可能造成误判 韩米指出 台当局用祭祀人口比来灌水 用数字来模糊科学 并混乱认知 凸显失症 华而不识 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连台湾确诊及接种死亡率偏高度 无法坦诚面对 对疫苗短缺则是东遮西眼 如今更是在接种覆盖率上 便数字魔术令人难以心服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 本栏目由金砖货物用酒 扶毛叫酒暂时播出 好的 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 并集直播的海峡舞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近日 2021年全国台联 第18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 内蒙古分营活动正式启动 内蒙古自治区台联秘书长江德荣主持开营仪式 在开营仪式上 大家互相认识并交流 气氛十分融洽 在大陆的台湾学生表示 通过参加夏令营的活动 不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组阁大陆 还能与大陆的学生交流 活动意义十足 这次来到内蒙古嘛 呼和号特 然后也很幸运 然后我觉得 透过这次活动 也可以认识到一些祖国大陆的文化 然后感受一下祖国大陆的热情 然后包括这次 也可以跟很多不同的同学交流 大陆很大 那这个台湾跟大陆的连接 其实十分的深 其他不讲 光是一个台北市 它的这个街名 就是一张大陆地图 所以其实每个同学 到了大陆的任何一个角落 其他都能找到相对应 自己可以去生活中 又体认到的地方 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 是全国台联的两岸交流品牌项目 旨在拓展两岸青年交流交往 推动两岸青年心灵气和 自2004年起 全国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 已成功举办了17届 本次内蒙古分营的夏令营活动 为期五天 活动期间 大家将走访内蒙古自治区多个城市 深入体验当地人的生活 了解当地的文化 海峡两岸记者川远行联合采访团一行 继续行进四川 这一旦来到了 位于四川滋阳市的中国雅谷 了解那里台资企业的发展外动 在中国雅谷展示馆 两岸媒体记者们详细了解 滋阳高新区的发展历程 以及中国雅谷的诞生 建设成就及发展愿景 采访中 中国雅谷产学延消 一样全产业链 给媒体记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在这里台资企业的发展 依然是媒体记者们关注的焦点 来自台湾高雄的林政伟 四年前来这里创业 非常看好这边发展的前景 我们要做这个雅谷 是感受到的是整个省 请具权力来支持 这样的一个雅谷的发展 所以不会觉得说 好像是一个 只是一般的产业员 他是一个 有政策力量的一个产业员 正如林政伟所说 四川省对于发展 雅科产业大力支持 也让它在大陆创业 吃了定心丸 而此番在中国雅谷 滋阳采访 两岸记者也兴致勃勃地 体验了一把直升机 空中航拍之旅 实话说 天府三九大 安逸走四川 然而蜀丰雅运远不止于此 我现在就要带您 从空中特别的视角 来看一看成都东部新城 跟我来吧 现在直升机已经是 上升到了成都东部新城的上空了 现在呢 直升机是飞到了 东阿湖体育公园的上空了 这里的一场三馆 是2021年成都大运会的主场馆 体育场以飞碟为设计灵感 一方面贴合成都科幻之都的发展 另一方面呢 再来源于成都城市的标志性元素 太阳神鸟 当神鸟遇上飞碟 我们便与传统创新的美好 融合相遇 好的 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 并集直播的海峡舞报 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7月15号 48国常驻日内瓦代表 致函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 支持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新冠病毒溯源研究 反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 48国在信中强调 病毒是人类的共同敌人 国际社会只有团结协作才能战胜病毒 开展溯源研究合作是人类与病毒斗争的重要方面 根据第73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 溯源的目的是查找病毒动物源头和向人类的传播途径 包括中间宿主可能产生的作用 病毒溯源是一项科学任务 需要科学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考察研究 溯源问题不应被政治化 否则会阻碍国际溯源合作和全球抗疫努力 这些国家在信中欢迎世卫组织发布 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 赞赏联合专家组科学家们的艰辛努力 认为这份科学报告应成为 推动全球溯源工作的基础和指引 呼吁世卫组织秘书处同成员国开展合作 推进全球溯源研究 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政治因素干扰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48国致函谭德塞 反对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一事 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联名函中 发出压倒性的正义声音 同美方裹挟少数国家搞政治操弄 反对科学歪曲事实形成鲜明对照 充分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公益所在和人心向背 充分表明秉持公正客观 主持公道公理的国家还是占大多数的 我们奉劝有关方面停止在溯源问题上搞政治操弄 停止利用溯源问题甩锅推责 停止蓄于破坏国际溯源研究合作 采取真正负责任的科学态度 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战胜疫情 维护人类健康福祉做出应有贡献 好的 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 并集直播的海峡舞报 当地时间15号 王毅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 出席中亚和南亚地区互联互通的挑战和机遇 高级别国际会议 并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举行双边会谈 拉夫罗夫高度赞扬了俄中两国关系 并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 出席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 今年7月16号是中俄木林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纪念日 拉夫罗夫在会谈中高度评价了俄中关系 拉夫罗夫还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 将于明年2月出席北京冬季奥运会 好的 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了 再会